好的,另一个眼镜同样也是啊,拿双线 刚才这个线着还有一个接头的地方,我把它拿下去了 我们同样是用双线啊,大家看就在一头 在一头这样,这样捏捏捏捏啊 捏完了之后呢,它就形成了一个粗一点的线 一直捏到,你看你这套,这个双线的位置啊,已经接近于你的 你的这个手边这儿了啊,捏到这个长度,你看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就来给它换成第二个眼镜的这个布森啊 这侧一定要注意了,必须要和它对称的啊 你看,留着这位置以后,我们放中间的横盖用的 哇,有点长了是吧,没关系 其实直,我觉得即便歪了一点也没事,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戴眼镜,它就是歪着戴 戴的不是很正啊,尤其像一些书呆子啊 我英文说叫什么,Nurse,是吗 他们就是看上去眼镜就戴的特别特别的歪 然后还有稍稍的有一点偏执那样的 发现两个眼镜不一样耶,没关系啊 还是多了一点点,再往上一点 好了,我依然是从,但是如果从这位置缝的话就一直这样走 哎呀,好纠结啊,那我还是给它倒过来缝吧 看,只要我们把这个位置给它比划好了 就可以继续缝了,缝的时候跟第一个相比对就好了啊 不要出现问题 我感觉我这个太粗了,可能这个线有点粗 它就换个细一点的线吧 看,就是拿这个这样,这样,一直在这样转转转 看,它自然就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是不是 我怎么感觉那个粗镜块更好看啊 我这个镜头有点细了啊 没关系 嗯,现在它俩一样了 只要是对称,就都是好的 如果不对称,再好也是不好 不要缝了啊 拍色线 拍色线 好,我们依然是从这个地方啊,开始缝合 看,这样的走的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 在这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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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两个要从形态上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要一边缝合 一边跟之前的充分的比对 中间的勾针所在的位置 也是协助着我们 在帮助我们 起到一个参照物的作用 看看我们缝的位置 这和之前是不是 保持了一样的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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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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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